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家越干净越有福 何为干净 干净是铺垫幸福人生的底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高贵 科学研究发现 越是干净的人幸福感越强 而不幸的人恰恰相反 人生在世越是干净的人 无往初衷 活得干净才是自己最好的模样 人越干净越美好 家越干净越有福 当你辛苦一天赶回家中 推门而入看到乱七八糟的一堆鞋子 以及房间内凌乱不堪的场景 是否顿觉烦躁 无名之火用上心头 狼藉满目的屋子 不但让人滋生不良情绪 还会影响一个家庭的氛围 久而久之 日子只会越过越糟 一间治理写 高堂素壁 无书卷之牢 明窗敬己 有坐卧之安 干净的房间 不仅让人身体舒适 也会让人心神安宁 大思想家福尔泰医生都非常讲究整洁卫生 他说 干净整洁是一个人有道德修养的表现 他的居所窗明几净 平日所穿衣物 熨烫得整整齐齐 他的书房里所有书籍分门别类 摆放得井然有序 干净而井然有序的生活 让福尔泰思路清晰 身心健康 创作得心应手 一个人所居住的环境 映射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干净的房间 往往暗藏着好的运气 烦闷的时候 适时动手清理房间 该扔的扔 该洗的洗 里里外外 食都干净后 心情一定会舒畅很多 再苦再累再难 只要有一个干净的屋子 就有心灵栖息的港湾 就有叙事待发的机会 所谓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干净的屋子 时常让人心生欢喜 自然福气又安康 蔡兰先生说 对生命心怀敬畏 对食物心怀感恩 方能以淡定的心态 从容而优雅地 走完这一生 一个人对待碗里食物的态度 往往可以折射出 一个人的涵养和心态 某大型企业招聘一名 后勤部长 经过一番海选 比试面试之后 确定下来 十个人进行最后的筛选 公司把这十个人 同时请到公司 主考官随便 与大家闲聊了一会儿 就请大家一起吃饭 吃完饭后 主考官宣布面试结束 后勤部长的人选 已经确定下来 谁也没想到 最后一场考试 居然是吃饭 而且是吃自助餐 等大家明白过来时 后勤部长的人选 已经确定下来 就是那个吃多少 取多少 连最后一点汤汁 都倒进粥里 喝掉的那一位 人说 吃一顿饭 就能看清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 吃饭认真 吃饭干净 那么做人做事 大抵也是如此 诸子家训有云 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理为奸 一个人只有对食物 心怀感恩 才能对生命 心怀敬畏 一饭一书 理应格外珍惜 稀以基福 简以养德 所谓晚静福智 一个干净的碗里 潜藏着你的好运和福气 都说人言可畏 语言是这世间最柔软 却最容易伤人的戾气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 女主角马莲娜 因为极度美丽 遭到小镇女人们 疯狂的极度和诋毁 丈夫去前线打仗 迟迟不归 这也成了小镇上 人们的谈资 有人诬陷诽谤 有人恶毒诅咒 马莲娜被整个小镇 孤立起来 她因此找不到工作 父亲也与她断交 战场上 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 马莲娜悲痛欲绝 小镇上的人们 却兴奋不已 女人们感慨 老天有眼 男人们则想如飞飞 每个人都幸灾乐祸 人性最大的恶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作家山古墓说 有些人 就算你没得罪她 她也会嫉妒你 诋毁你 甚至想毁灭你 生活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他们热衷于说三道四 传播是非 甚至不惜造谣重伤 殊不知 尖酸刻薄的嘴脸 不仅暴露出自己的粗俗笔漏 也注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 口出良言 就如积累福德 恶语伤人 必然自尊福德 曾国藩曾告诫子孙 薄福者必刻薄 刻薄则福亦薄矣 人这一生 想要好的运势 口德极为重要 多说人好 少接人短 多点夸赞 少点指责 做人嘴下留情 积攒口德 就是积攒福气 司马懿有句名言 看人之短 天下无一可教之人 看人之长 世间一切尽是无师 确实如此 日本实业家松下幸之助 去工厂考察 正好碰上厂长 要开除一名工人 厂长诉说 这个家伙整天不好好干活 总是挑工人的刺 还喜欢跟上司作对 工人们都不喜欢他 松下幸之助 来到车间的窗口 悄悄地观察一番 然后回到厂长的办公室里 他告诉厂长 既然你们不喜欢他 不如把他调到总公司去吧 松下幸之助认为 他虽然爱挑刺 但挑得有道理 这是对产品认真负责的态度 他爱顶撞上司 是因为他有很多意见 不被上司所接纳 他着急 他能看到许多 别人看不到的问题 说明他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果然在松下幸之助的信任下 这位员工不负所望 让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一大截 也让松下这个品牌更加畅销 别人只看到员工的短处 而松下幸之助 则看到这名员工的长处 并充分地利用了他的长处 精无足斥 人无完人 做人眼要干净 多看人长处 少盯人短处 眼镜 不仅能够发掘世间美好的事物 还能拓宽自己的人生之路 让自己越走越顺 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猎人抓到一只不古鸟 准备把它炖了 吃肉喝汤 不古鸟哀求猎人 您饶了我吧 我是一鸟 是人类的朋友 你怎么忍心把我吃掉呢 猎人听了觉得有些道理 又见他模样可怜 不由得心软起来 但是猎人已经好几天 没吃饱过肚子了 放了不古鸟 他吃什么呢 看见猎人犹豫 不古鸟急忙说 猎人先生 只要您能放了我 我愿意召唤一些同类 来让你抓 这样你可以多吃好几顿 让我以此报答你的不杀之恩吧 没有想到 这番话让猎人厌恶不已 本来我觉得你是一鸟 准备放了你 可听了你的话 我却觉得你是一只害群之鸟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竟然不惜牺牲同类 太无耻了 放了你 你的伙伴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害了 我绝不允许你这样做 于是猎人把这只不古鸟 炖着吃了 不古鸟死不足惜 因为它的内心 龌龊阴暗 顾承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 并且干净 干净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 而是灵魂深处 坦坦荡荡 天地可见 心境之人始终表里如衣 内外兼修 不管身在何处 都能做到 问心无愧 一个人无论经历了什么 都要保持内心的朴实和厚道 内心干净 才能受人尊敬 契赫夫曾经说过 人的一切都应干干净净 无论是面孔 生活 还是心灵 思想 由内而外的干净 不仅是一个人最好的气质 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 热爱生活的人 总是恪守干净 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美好 而又成名的状态 人事凡无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留一份净土 方能少一份慌乱 多一份从容 往后余生 愿你清清爽爽 明明白白 活得干净 活得通透 活出最有品味的人生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亮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您的观点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